有一個保送 另外一次是遭到了三陣 我最後讓徐基鴻站著被三陣是一個快速止球 整個球 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手往後推 母中的一個球 出去了 這球就有砸死了吧 各位線上的百萬爪迷 這一次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這就是一個滿冠拳的打 我覺得這一棒 環環拳拳這個擊垮了 范米特的一個投球的一個星星 但這球真的被 徐基鴻是掌握的是扎扎實實的 打得真的也是相當的完美 掉的位置當然是正合他的意 環環拳拳打到球棒的一個甜蜜點 中外野手身後也拚命的往後推 但是只能目送他離開 應該這個球投出去之後發明飛應該 應該這個球投出去之後發明飛應該 講一下這兩場的打擊 打擊感覺 打擊感覺嗎 其實 上了場我就是去 一定好我自己想要做的攻擊的策略這樣子 不會去太在於說結果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這內容我會希望說我能夠達到我想要做的 這樣子 對 對 對 這個 我之前 就是 蠻 蠻開心的 我終於打一隻 四分的 之前有想過 就是 還沒讓我上 之前有想過啦 但是上去的時候是不會想的 對 我上去只會想說 我是要怎麼 把分數打回來 能夠讓人類 再投一投一些過去 這是我在上面的工作 我一定不會說我一定要打圈 我一定想要 能夠把我隊友送回來 什麼方式都好 一好球一壞球 今天是禮拜四 那接下來 這個球打得扎實 右半邊的平飛安打 王偉誠腳趁要回來問題不大 許季鴻也想利用這個襯船划上了二壘 這是一支一壘安打帶有一分打點 同時許季鴻利用襯船 積極的再往二壘擂包這邊來挺進 這個打擊來講 許季鴻就確實的有要求說 把球確實的擊中 那以他的一個揮擊形態 算是拉打不過這個球 確實是打得很扎實 那相對的在 智傑在這個彈跳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 屈前的時候 但這個彈跳 並沒有說做得很流暢 導致他接球的時候 把球破壞掉 左半邊這個球看有沒有機會落地 最後落在了界內 蘇智傑趕快把球捡起來 許季鴻 哇 捡給許季鴻 打得跟例行賽一樣的拚命 這場比賽他兩次打擊 其實都是一壘安打 那這一次是二壘安打沒錯 那他第一次打擊是靠著 蹭船上二壘 對 這個球 真的打得很有技強 其實講真的 就是重心 已經被這一顆外角說 他的運動表勝 絕對是有 實質的一個幫助 今天王建民也要來挑戰 生涯一百次的中繼成功 累積到目前為止 一軍是有九十二次的中繼成功 兩好一壞 許季鴻今天兩次打擊 都是安打 這個球要考驗一下 謝秀全有籃到 哎呀 有船偏掉了 哇 今天三次的船球